大家好我是凤哥 上次讲了统神小亮的五万事件 那就顺便讲一下 间接让五万事件烧起来的天涯明月道攻畅事件吧 统神跟TOYS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变成死对头 事件发生在2021年的7月15日 那天统神跟TOYS帮Goreena 攻上一款叫天涯明月道的手游 其中一个环节是让他们两个人单挑 旁门TOY对战该班统神 打BO7就是先赢4把那个人赢 输的人让对方改自己游戏里的名字 场上也有视线告知双方有这赌约 当时在场的有统神TOYS 还有一个厂商的工作人员叫小咖 首先单挑刚开始不久 因为画面太多粉丝 统神觉得画面很乱 以及有人在乱补血 所以决定去TOYS的家园里面打 不过统神不知道怎么去 所以TOYS教了他 左下角社交你先按社交 然后呢 然后你看联络人 上面点联络人 你找我的ID 找到了然后呢 找到然后再点一下我的头像 然后呢 拜访家园 哦好 结果里面还是有人 统神还是觉得画面很乱 但是TOYS用为这游戏就是主打多人混战 然后对统神的一切反驳 使用222回击 导致统神爆气 画面很乱 怎么乱的就几个人而已 这个游戏主打的是 100打100 40打40 什么话啊 你不是说 你不是这样子 在那边走一下 是你吗 不是 你是远程 我是近战 你懂我籍吗 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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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 诶诶 你是不是这样 你进来啦 其他人不要进来 听闻我中文是不是啊你 打扎你 你真乖的嘛 你这样子不要火是不是啊 诶诶 你这样子不要火 切磋啦 只有统神叫Toys尊重一下别人 Toyce说好了对不起嘛 气氛就回归正常 继续单挑环节 结果是统神被虐歪 Toys甚至用单手 还有叫没玩过的女友来打 都还是赢 在联赢7把之后 Toys更嚣张到要让统神半条血 來啦我讓你半條血啦 你贏一把算你贏了好不好 阿頭我讓你半管 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 哈哈哈哈 但是最後放水泰都讓統神贏了一把 隨後要求統神改名為Toys的狗 但是統神改成垃圾職業蓋幫 然後就溜了 起訴他說不知道要改成對方指定的名字 忽然統神表示是Toys在工商過程中 以及要求改這個名字都很不重重然 而且覺得是蓋幫這職業單挑太爛才輸 所以不想改成Toys的狗 之後統神露噴老婆見經紀人003 改名改的Toys的狗是什麼意思 你有跟廠商交通過嗎 沒有跟過我嗎 Respect you know 表示自己也不會說香港都是狗 往回香港去之類的話 認為人與人之間最重要是尊重 大家都應該知道底線在哪裡 沒想到幾分鐘後承認自己輸不起 好啦我輸不起啦 好啦到此為止了啦 不過認為自己改的名字有效果 也有台階下 廠商繼續糾結在名字上才讓它爆氣 另一方面 Toys覺得這次效果不錯 所以叫剪輯師把它做成精華影片 而統神說有寫信給廠商要求Toys下架影片 因為最初以為那是工商影片 不過廠商說是Toys私人行為管不了 同時統神表示廠商說有跟Toys經紀人反應 叫Toys之後盡量不要嗆統神 兩天後的7月17日 他們再次同台工商 不過這次多了三個人 蝴蝶、依婷、丁特 這次玩的是五人合作模式 而統神因為帳號名字改不回來 所以用了另一隻帳號 這帳號是003三天沒睡覺練起來的 因為統神覺得003有錯 所以叫他負責 然後這次工商途中 Toys也有錯了幾次統神 不過統神這次沒有爆氣 到了7月19日 統神跟他哥國動上廣場直播 聊天室一直刷這件事 所以順便聊到 統神表示自己接案子7年來 第一次遇到這麼不懂尊重的人 像這樣 還有單手玩 給其他人玩來秀自己 最後還要自己改成Toys的狗 結果就不爽了 改成垃圾職業該幫 而且覺得Toys不配接任何活動工商 順便碰了小咖 因為他在場但是完全不阻止Toys 擺個西瓜還比較好 甚至連改名要7天都不知道 叫林雲山通知統神馬上改回來 導致統神爆氣 而國動也講了如果當時是他會怎麼做 他說他比較怕老婆 他老婆非常重視上案 所以他會先改名等上案結束再噴 不過統神不相信 他舉例 我要你改名 不過國動堅持他老婆要他改他馬上改 另外他認為統神改這個名字會讓廠商不高興 之後統神表示自己後面跟Toys的工商 也要像他那樣子來對付他 還提到前天5個人工商的時候 丁特跟蝴蝶碗都沒玩過那模式 Toys也沒嘴他們 只針對自己 懷疑是當年判了他冷凍小丑 所以記仇到現在 然後叫Toys滾回香港 當晚館長的直播後 統神還有再開直播繼續講 他表示原本事情過去了就算了 結果還要繼續做一支影片上傳 然後找廠商處理 還說是私人行為 所以不管 他說就像一個人XX你老婆還到處炫耀一樣 他真的不能忍 當天直播結束後過沒多久 Toys就發現之前上傳的精華影片 受到統神的版權砲 短期內三發頻道就會倒那種 所以就不爽了 發文開噴 使這統神工商不先做功課 只會賴皮跟爆氣 當天不敢當面講 像小學生一樣去跟館長打小報告 經常挑戰用香港國籍來噴自己 而統神也發文回籍 說家園系統只是支線 自己玩遊戲都玩主線跟副本 也表示是Toys不敢當面講封鎖自己discord 順便嘴了Toys因為想解憂 在澳中陪生要他打假賽 還有出訴被中陪生告 到了隔天7月20日 Toys開直播跟統神誠懇的道歉 亞洲統神T-O-Y-E的狗 對不起 是我直播效果做過頭了 我真的不知道亞洲統神 原來不是一個會做效果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做效果 亞洲統神會生氣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亞洲統神的底線 這麼的薄弱 我真的不知道亞洲統神原來這麼小氣 我真的不知道亞洲統神 會偷偷撿舉別人的頻道 我真的不知道亞洲統神 會他媽的給版權砲 對不起 他覺得他跟統神因為之前六都同台的時候 給大家的印象是四仇 所以故意把工商弄得有火藥味才有效果 也是這原因 所以沒有湊其他人 如果統神覺得效果太過頭生氣了 他願意道歉 就算他根本分不出來統神是真的生氣還是做效果 也在統神抱氣當下說過對不起了 除此之外 Toys表示原則上不會再跟統神合作 不過有七位數的話就可以考慮 因為沒想到統神是這麼愛面子 這麼講求尊重的人 自己也沒看過統神在尊重別人 另外Toys說自己跟小咖私底下幾乎沒有交集 有的是小咖默許了這些行為 統神應該去湊小咖才對 然後Toys認為統神非常雙標 說他在工商前發文 湊自己冷凍小丑什麼的 卻不能被別人湊 認為今天身份呼喚被統神屌倒的話 統神一樣會湊他 加上輸了賴皮不改名 這些其實他都不在意 認為都是做做效果 他表示會爆炸的原因是他用了統神4秒的片段 就收到統神的把安全砲 認為統神又一次雙標 因為統神的影片也用過他的素材 也消費過別人 難道他也要去檢舉嗎 Toys覺得這圈子本來就會互相剪輯 觀眾看得開心就好 沒有人會這麼小心眼去檢舉的 也表示之前有跟003用LINE聯絡過 所以003有他的LINE 應該要先問能不能下架影片 也說自己沒有封鎖統神的Discord 助理者者也表示沒有收到任何通知 甚至Toys表示如果者者說謊 沒有把廠商說要改正態度 或者統神要求下架影片告知自己 就把他開除 另外Toys覺得統神一直扯一些有的沒的 香港還是中培生的東西出來講 跟這次事件都沒有關係 認為這次的事就是統神的錯 最後謝和弦跑出來抖內 結果拼錯Toys的名字 被嘴大麻抽太多 不要再哈了啦 字都打錯了 隔天早上003發文回應 首先是文案有寫冷凍小手之類的 雖然是廠商建議加上去的 不過沒有事先問統神跟Toys 跟他們道歉 對於Toys說沒有收到通知 叫他改善態度 003表示可以找廠商一起公開 全部對話內容對值 而版權炮是以為那支是工商影片 所以才先問廠商能不能下架 不過說到回覆說 是Toys個人行為不干涉 同時因為是斷章取義的惡意攻擊影片 所以才發版權炮 另外是因為Toys有加003的LINE 但是003沒有加Toys而且換過手機 所以才找不到他 同時表示統神沒有在工作場合主動挑釁或攻擊過別人 認為Toys在工作場合這樣子不妥當 而不是統神可以湊別人 別人不能湊他 之後就跑去問Toys拿聯絡方式 應該是想溝通和解 然後下午換統神開直播獎 他覺得除了要找台階下水改名成垃圾職業該班之外 其他地方他都沒有錯 也不覺得自己跟Toys是四仇 他認為Toys說自己也有用別人的素材是偷換概念的未邏輯 因為統神他們只會檢舉羞辱人的影片 而不是全部有他出現的影片 也說自己絕對不會收回版權炮 除非Toys誠心道歉 也覺得聯名商不必去跟Toys要聯絡方式 要幹就幹到底 堵的是一口氣 之後接扣印環節 有個粉絲說 聯絡不到Toys可以用FB發文叫他下架 不用直接發版權炮 統神覺得他講的有道理 被說服了之後叫003收回版權炮 那你就把那個版權收回來 就是把那個檢舉收回來 接下來就是7月22日的凌晨 Toys看到003昨天問他拿聯絡方式的訊息 所以就用Line Me 003 結果統神看到狗跳繩的貼圖 直接氣到噴他滿臉 所以Toys就不爽了 把對話貼出來 表示自己對不起媽媽 不該靈養狗的 統神看到Toys的貼完又不爽了 繼續用003的Line開噴Toys 最後用003的FB澄清 之前賣Toys的是自己 因為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Toys 噴完就叫003不要理 結果003還繼續回 讓統神覺得003不尊重他 噴了003一頓 之後決定全部由他來回應 003敢回覆 就送他一張紙讓他回老家 同時認為Toys斷章取一黑003 所以公開完整對話 然後Toys回應他不想知道是誰回覆的 他只是想問統神他們要幹嘛 就被噴滿臉 直到最後也沒講要幹嘛 所以他才PO出來 同時統神也開直播回應 說自己噴完Toys又打給他4次 不過都沒有接 其實這時候統神被Toys封鎖了 然後統神還說 因為小咖似是不太了解他的個性和風格 所以當下並沒有表態 導致統神誤以為他是挺Toys的 所以跟小咖說聲拍謝 等一下不是道歉喔 不是道歉 這裡不是道歉 這裡是拍謝 因為很重要 一個一個到分數 這裡是拍謝 另外他認同國中說的 自己亂改名對廠商造成負面影響 所以他向廠商道歉 也有向003道歉 對於上次粉絲說要先PO文叫Toys下架 統神突然又覺得其實沒有義務 最後統神表示 Toys讓他一個禮拜每天只睡4、5個小時 讓00340幾個小時沒睡覺 害他被推掉很多上岸 他覺得Toys明白人 還不去約束那些美老的遺憤 跟他們一起唱反調 倒果為因 所以決定跟Toys不死不休 從今天開始不死不休 兩天後7月24日 Toys跟館長的直播把整件事再講一次 內容就跟之前講的差不多 也表示不想再理了 最後提到小亮5萬的事 成功把戰場轉給小亮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上一部影片 到了隔天 統神覆盤Toys跟館長的直播 因為Toys表示統神方同意 文案才會PO出來 所以責任在統神那邊 而統神認為是003負責看文案 所以叫他下跪向Toys道歉 過來過來跪下 Toys要你跪的不是我要你跪 來來來來 道歉 他讓你道歉啊 來跪一下 跪 跪 你認真的嗎 沒有啦 好啦開槓 好啦開槓一下 好啦開槓一下 開槓一下 開槓一下 也露刺那些看不出來是效果的觀眾 你看看人家做效果 你眼睛是纏的是不是啊 你覺得我真的有可能腦纏到 叫我的老婆給Toys下跪嗎 白痴是不是啊你 不過之後我跟003道歉 對不起003 我要為做效果跟你道歉 我就是你的一條狗 對不起 做效果啦好啦 做效果你這樣我要哭了 我是003的一條狗 我向你道歉 可以嗎 我做效果過得太誇張了 還順手創造了又甜嘴唇的迷音 又甜 又甜 又 又甜嘴唇 之後聽粉絲建議 把角色的名字改成ToysA高 當是取巧的完成了要求 然後就去找小亮處理5萬的事了 而Toys則在兩天後的直播中 為剪出來的影片羞辱到統神這一點 代替自己的剪輯師跟統神說聲不好意思 注意喔 這裡不是對不起喔 是不好意思 這裡是不好意思 不是對不起 是不好意思 那個是不一樣的 還叫剪輯師跟女友向統神下跪道歉 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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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情大概就講這樣 經過這次的事件 統神就真的跟Toys成為仇人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們下次見 掰